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布隆伯格要出来竞选 为什么佐利克和保尔森要站出来说 美国必须要和中国学会共处 保尔森让我明白我对中国金融战要吃大亏的预判 敌情估计可能还过高了 执笔知己 纵横天下 我是梅山剑客 陈平 今天我给大家解密一个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战略转变 什么战略转变 就是我讲的 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 只有你的竞争对手和敌人才知道你有多厉害 然后你才发现 哦 我果然还真厉害啊 美国战略报告第一条是说 中国威胁了挑战了美国的生活方式 我昨天还读不懂 今天读到外交杂志美国前任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文章 给我解答了笔 保尔森是原来高盛的总裁 搞金融的财政部长 2008危机救美国的关键人物 佐利克是搞法律的 搞外交的 这两个人是美国高层里面 最明白必须要跟中国合作 但是还希望美国保持领导地位 能把中国软化 保持中国是老二 但是没有中国合作 美国要跟中国对抗前途 可能比美苏冷战还要差 保尔森说 现在美国老百姓 为什么全都明白了 中国走在美国前面 美国原来认为自己领先的自信心没有 一件事情就是高铁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是支付宝和微信 这是保尔森 让我明白 我对中国金融战要吃大亏的 这个预判敌情古迹 可能还过高了 因为原来美国认为 自己在金融技术上是领先的 美国称霸世界金融工具是什么 信用卡 现在美国银行存款都到零了 国债利率也非常低 这些银行靠什么生存 就靠美国人刷信用卡刷惯了 信用卡的利息是高到百分之十几的 靠这个把美国金融系统养活了 现在金融开放以后 美国资本即使大举进入中国 发现没钱可赚了 现在美国比中国还要慌 因为美国银行的拿手的项目发信用卡 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 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用信用卡 以前就用现金 现在全拿手机支付 又加央行发数字货币 所以美国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 已经没法竞争 不但没法竞争 美国老百姓还羡慕 只要到中国去过的 回来都在讲 中国人根本就不用信用卡 所以美国人到中国商店买东西 拿信用卡出来 中国的商店都不接 为什么不接呢 因为信用卡收费折扣要比手机刷卡高得多 商店不愿意接受 因为等于是分掉我的利润 分掉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二 不干 这是美国公司最怕中国的地方 就是美国利润低了 没有人干 中国利润率低 还愿意干 就把世界上的大众市场都给占了 你别说把低端市场都给占了 连美国的消费者市场 只要放中国进来 肯定也占 所以现在美国想要搞统战 想要分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老百姓 中国资本家和企业家 已经没有责了 为什么呢 他现在美国打击的 全是想做大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第一就是华为 第二就是阿里巴巴和腾讯 然后马云还天真的以为 能够说服特朗普放阿里巴巴进来 跟亚马逊竞争 如果特朗普要高明的话 就发现如果放马云进来 美国的市场变成中国殖民地了 未必会放 所以今天这是真正 威胁到美国的地方 原来我都没搞懂 差不多十年以前 索罗斯还劝我 接受集二的概念 说服中国 承担世界责任 实际上是要帮美国度过金融危机 现在怎么转过来 坚决要打华为 我现在这老先生是不是傻了 怎么会威胁国家安全呢 我想明白了两件事 华为如果掌握5G 美国历来的军事情报的优势就没有 想要监听世界各国的情报 包括领导人 亲属各种关系 精确打击 哪个哪个高官子女在美国上学讲了什么东西 钱怎么流动 全都在美国掌握之中 但如果中国建成自己独立的5G系统 美国不能参与 美国信息战情报战输了 然后就把中国的5G系统也好 摄像头也好 全部说成是监控中国社会的工具 其实他说的是美国早就在监控所有的人 但是现在我记不如人 我已经落在中国后面了 这对美国做国家安全的国防的来说 那恐惧心之大超过航母和核弹 因为美国如果不动用航母和核武器 跟中国作战的话 常规战争下的就是5G信息战破一密码 而现在中国人的数学那么好 美国搞计算机的破密码的 世界竞赛的 全是华裔的人 你不是明白美国的白人 都没有人愿意学数学了吗 你怎么可能和中国竞争呢 现在愿意学数学的就是华裔 还有印度人 你要还要说华裔的是非正常间谍 现在中国破解密码的最好的数学家 都在中国呢 美国最好的数学家都是华裔出去的 你只要华裔他们 他们都回来了 第二条 为什么美国人均GDP比中国要高几倍 但是洛杉矶根本没有办法跟上海竞争 原因什么 原因是美国的劳工成本要比上海北京还要大得多 洛杉矶近郊 一间到两间房的月租就是要2000美金 特朗普现在发的那个补贴 两口之家才2400美金 还不够我付一月的房租的 洛杉矶没有地铁 所以你一个做高科技的人 想要上班就得自己开车 加州开车的多少钱 停车都有多贵 保险都有多贵 全都比德州贵 所以我刚刚看见美国排队零免费食物的车里面 有本磁车 有BMW 有零支车 所以你在洛杉矶活的 你在旧金山活的 给你30万年薪 你都活就跟中国 一个研究生毕业 大概也就月薪 一万了不起了吧 为什么呢 北京上海有地铁 然后出租车也非常方便 随叫随到 还有那个单车 随时可以骑 长途旅行 飞机都不用坐 高铁就过去了 这样一种交通方式 大大降低了劳工成本 特别是想要条件做得好的 不住在市中心 住在郊区的 要通勤上班 北大的那些新招进来的人 打地铁 然后在家自己开车 每天往返 两个小时还可以接受 在洛杉矶 两个小时都维持不了 听懂了吗 所以中国这种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大大降低了 不光是低端服务业 而且包括金融 包括高端研发企业 大学研究院 上下班的成本 还包括女孩子 可以当职业妇女 因为小孩两三点钟就放学了 然后家里面就要有一个人来接 否则就要坐牢 你就只能打零工 不能当职业妇女 所以美国有雄心的职业妇女 都不结婚 不生娃娃 才有今天白人社会的危机 现在真正冲击着美国 不仅是美国的廉价产品制造业全部出来了 美国的福利社会也维持不住了 因为现在利率降到零了 金融也开完了 现在高杠杆 所有的金融的银行 投资基金对冲基金 我跟你说 要一连串的破产 损失几十万亿美元都算少的 因为现在虚拟经济达到几百万亿美元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布隆伯格要出来竞选 为什么佐利克和保尔森要站出来 说美国必须要和中国学会共处 但还抱点希望 美国的价值观还要比中国优越 我以后再挑战他